谁能想到 说这番话的俩人 竟然是夫妻关系 男的叫魏大山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 在东北的长白山林区 他靠着伐木来维持生计 然而在一次伐木中 魏大山不慎被一棵松树砸上了腰 徒弟黑榻将他送回家 还见到了他年轻漂亮的妻子云凤 不久之后 大山的腰伤愈演愈烈 甚至无法下地走路 他的瘫痪 切断了夫妻俩的经济来源 为了生存下去 大山决定给妻子再招一个丈夫 因为当地早就有拉帮套的习俗 说白了 就是两个男人共妻 后上门的男人来养家活口 干活劳作 当然 这地里的活要干 家里的活要干 夫妻的活也要干 而徒弟黑榻 是最好的人选 之后 云凤受大山的嘱托 来请黑榻下山见一面 回到家中 云凤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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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 夫妻俩如今的日子过得太困难 实在是走投无路 所以才想用云凤留住黑塔 让对方来支撑这个家的吃穿用度 心地善良的黑塔 愿意帮师父四处奔波求医讨药 却不愿做这种龌龊之事 他拒绝了大山的请求 见黑塔要走 云凤急忙叫住他 他希望黑塔不要将此事说出去 给自己和大山留些脸面 然而就在这时 房外突然传来了急促的狗叫声 云凤出去查看 却遇见几个混混 他们对着云凤动手动脚 这一切被黑塔看在了眼里 他意识到 夫妻两人的生活确实很艰难 像今天这种情况 云凤被人轻薄 大山却因为瘫痪 没办法替云凤出头 黑塔将混混赶走后改变了主意 决定留在这里帮助大山和云凤 当天夜里 屋里的三人都辗转反侧 有的难以入睡 有的羡慕彷徨 有的感到尴尬 也有的内心十分纠结 不过云凤被黑塔的仗义忠厚所打动 对待黑塔也开始细心起来 白日里 黑塔出门干活 他会特地烙饼为黑塔送过去 他体贴入微 黑塔渐渐沦陷在云凤的温柔箱里 也不再抗拒拉帮套这件事 而随着黑塔和云凤感情的升温 三人开始搭伙而过日子 大山照常治疗腿机 黑塔日日上山砍台打猎维持生计 云凤则在家操持着一切家务 就这样日复一日 一年很快就过去了 然而 拉帮套的弊端 也随着时间的流逝 逐渐显现出来 三个人一起的生活 必定是没办法一碗水端平 黑塔吃苦耐劳 为人体贴 对云凤也好 云凤心中的天平 也渐渐清晓了黑塔 大山察觉到了云凤的变化 这让他的自尊心大受打击 心里也开始变得扭曲 经常折磨云凤 还说一些自暴自弃的话 我是五尺高的汉子 自己给自己扣王八掠盖子 男人因为瘫痪 找来徒弟拉帮套 可时间一久 他经常阴阳怪气起 妻子和徒弟 而这番话 恰巧被徒弟黑塔无意中听到了 他对大山真心相待 可在大山心中 黑塔尽心尽力的劳作 不过是因为被云凤勾了魂 一想到这里 大山咽不下那口气 突然折磨起云凤 黑塔看不下去 冲进去将他狠狠揍了一顿 他对师父失望至极 如今两人间的矛盾 让曾经的师徒情意消耗殆尽 黑塔不希望闹得太难看 于是决定离开这个家 见黑塔铁了心要走 大山立刻后悔起来 黑塔这几年没有白天黑日的干活 供养自己 失去他自己迟早会饿死家中 他哭着让云凤一定要拦住黑塔 不让他离开这个家 这时他才感受到了黑塔的重要性 黑塔得知云凤怀了自己的骨肉 这让他立刻打消了离开的念头 因为这个孩子的到来 给这个家添了点喜气 大山和黑塔也不计前嫌 重归于好 时间一天天的过去了 黑塔自然成为了家中的顶梁主 每当家里有一些余钱时 他还会主动寻访医生 为大山诊病 然而大山又开始动起了歪心思 因为担心云凤把身心都给了黑塔 会导致自己失处 他开始有意无意的试图 减少两人同处的机会 之后又提出 想让孩子随自己的姓氏 对此忠厚的黑塔并没有什么意见 而云凤怀胎十月 终于到了临产这一天 可是他却因为大出血难产 黑塔用爬里将他送去镇里 但医生却因为钱不够拒绝了黑塔 他急忙向医生磕头求情 男儿膝下有黄金 医生见黑塔重情至此 最后答应为云凤结生 就这样 云凤历已经波折产下一女 取名叫残花 可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 残花在长大后 竟然治好了魏大山的瘫痪 1950年的冬天 七岁的残花 嚷嚷着要带大山去泡温泉 据说村子里很多腿有顽疾的人 在泡过温泉后都奇迹的痊愈了 大山这么多年来 试过了不少医生和方法 都没有见效 眼下去试试也无妨 没想到 这泡温泉确实有奇小 几日下来 大山真的可以下地走路了 隐凤得知这个消息喜极而起 然而大山的痊愈 让三人的关系再次变得尴尬 黑塔虽然也打心底里为大山高兴 可是大山痊愈便意味着自己在这个家里可有可无 他心里很不适滋味 傍晚 大山看着丑门咽得黑塔 屋子里突然出现了一丝尴尬的气氛 黑塔好像决定了什么 此时的云凤也十分纠结 面对大山和黑塔 云凤是两手捧刺猬 捧着不是 扔了也不是 这么多年下来 其实他对大山的感情早已经枯竭了 大山向云凤规划起将来的日子 但他却没有了和大山共度未来的热情 不久后 国家普及婚姻法 要求必须实行一夫一妻制 婚姻法同样进了农村山区 拉崩套这种封建陋习 直接被宣判了死刑 三个人之前一直逼而不谈的分家仪式 现在也被拿到了台面上 如今云凤和大山两人的夫妻感情早就不复存在 身子可以分给两个人 可心里只能装得下一个人 云凤的内心是偏向于黑塔的 但他又拿不准黑塔的心思 于是便试探黑塔 加以让他离开 黑塔闻言心碎不已 他误以为自己在云凤心中可有可无 随后便向云凤表明了真心 黑塔一番肺腑之言 让他彻底安了心 当晚 对于谁走谁流这个问题 三人打开天窗说两话 黑塔希望这件事由云凤做主 而大山却是羡慕杀驴 话里话外都想让黑塔离开 你到底在我们家住了这么多年 云凤能说对你一点感情也没有吗 那依你看 这是应该怎么办的 这事啊 得快到斩落麻才好 越拖越脚不清 另外也叫村里人笑话 而黑塔态度艰巨 他的却留不在于大山 而在于云凤 只要云凤让他走 他立刻头也不回地离开这个家 可云凤坦言 现在大山硬朗的身体 已经不再需要他挂念 他和黑塔打算掏出全部积蓄 把房子 地和所有财产都留给大山 带着残花净身出户 然而大山却不甘心 他在送残花上雪的途中 偷偷把残花藏了下来 找不到女儿的云凤崩溃不已 原本计划好的一切 因为这个变数而崩盘 黑塔见云凤纠结至此 决定自己离开 不让云凤为难 这一切被门外的大山尽收眼底 他彻底醒悟了 这就是他与黑塔的差别 黑塔为了让云凤和残花团聚 选择自己离开 而自己却为了报复他们俩 带走残花 大山终于明白 他的腿虽然痊愈了 可是和云凤之间 爱情的裂痕已经无法弥合 如今这一切都是 他当初执意拉帮套造成的 是他就由自去 最终大山把残花送了回来 随后一个人扛着行李 消失在茫茫雪原 电影《三个人的冬天》 拍摄于90年代 但因为题材问题遭到风伤 06年才解禁 也许这个故事 在我们现在看来 是十分荒谬的 但在那个艰苦的年代 拉帮套也算是一种帮扶行为 只是在这种关系中 女性完全成为交易的筹码 为了生存 她们即便心有不甘 也不得不顺从丈夫的决定 而在电影的结尾 虽然黑塔最后和云凤走到了一起 但这不过是编剧与导演 给观众的一份美好念想 而真实的黑塔们 结局大多是以悲惨离去而黯然收场 好在随着时代的发展 法律的完善 这种陋西早已消失 再也没有人会因为生活压力 被迫与人分享爱情与婚姻了